OK 那这样你在学这个 就是心理学 或者说你在学mbti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说 有哪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让你觉得很惊讶 就是说 以前可能你的想法是旧的 可能是怎么样 那你在知道了mbti之后 你觉得很惊讶 然后你可能改变了那个旧的想法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桥段 我觉得有 就是有几个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有些我们的思考逻辑 在这个社会上面比较被接受 比如说做事很落实 然后执行力比较强 所以执行力比较强 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 可以运用所有的资源 完成事情的人 似乎在这个社会上 被看起来是比较有价值的人 那所以说我们会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想法天马行空啊 或者是比较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想法啊 或者情感比较丰富的人啊 多多少少在这社会上面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 就是这么玻璃心啊 或者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就很容易看人家不顺眼 或者是贴标签 就是我们社会好像有一定的价值观 就我觉得学了MBTI 它让我看到说 其实很多特质 它只是特质 就是我们觉得说 这个人懒散 其实也许他不是懒散 只是他知道适当的要做休息 那相对的 我是不是有 不让我自己休息的时候 就说所以 透过MBTI 我会让我觉得 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身边的人怎么 都是这么懒 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也许不是他们的问题 也许是我的问题 然后再来我觉得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跟其他人的关系 很多都是我们共创出来 如果我带着这样的投射 在看你 就说 瓦金你就是一个很懒的人 那你一定觉得 我对你带有批判 那你跟我的互动方式 也许跟另外一个人觉得 瓦金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就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关系是共创出来的 但是我们很常会觉得是 别人的问题 就是我关系中有碰到关卡 是别人的问题 我觉得这都是在学心理学 或组织心理学的时候 还有MBTI的时候 让我恍然大悟说 好像似乎知道这个理论 可是 哇 原来我人生中的卡关 很多是我自己共创出来的 那共创出来的原因 是我这个人 有这样子的盲点 了解 有点像把我们自己的 假设说我有偏见 我可能又把我的偏见 你有投射在别人身上 或者是把我自己的主观的看法 又投射在别人身上那种感觉 对 对 比如说 我就说如果你190公分高 你走到房间 你一直说你是爱子 你怎么这么爱 你怎么这么爱 那其实这个人 其实不一定爱 只是在你看来 他是爱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们就共创了一个关系 在我们的关系中 我是高的 你是爱的 久而久之 有没有可能就变成角色 卡索 就变成说 你一直觉得自己是爱子 然后就变成你的自我定位 可是你走到世界上 其他地方 发现我不是 了解 所以我觉得 他对我 就是自我觉察很有帮助 还有对我跟亲密的关系中 亲子关系都有些帮助 OK 谢谢雪莉跟我们的分享 好那节目到这边 就近到尾声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大家也可以订阅 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 读书心得和好书金句 那我们跟雪莉 就到今天这边 告一个段落 下次见咯 拜拜 好谢谢 拜拜 在人生当中啊 你经常想要赢过别人吗 在跟同事工作的时候 你经常想要赢过 对方的表现吗 在跟伴侣起争执的时候 你经常想要炒赢对方吗 好其实啊 让别人赢 不代表就是自己输哦 只有当我们真心立他 才能够真正的立己 欢迎前往看另外一本说书 让别人赢 你会学到经营管理 创业投资 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思维转换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I爵士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I爵士兜I'sous